地铁是一个国家发达与否的标志之一 毫无疑问它是当今城市交通中最快捷 最方便 最舒适的 可是你不好奇吗 地铁隧道究竟是如何挖出来的呢 想了解真相就会选选一起来看看吧 若问中国是怎么挖地铁隧道的 就不得不提到一个大家伙 它就是炖购机 想了解炖购机是如何工作的 这个3D动画会带你了解全过程的 炖购机的最前面部分是机头 上面是一个圆形的巨大刀盘 刀盘上装有刀片 刀片有好几种 以应付不同的土层地质 这也是整个机器中最核心的部分 起到绝境的作用 后面还有一段密封舱机身 尾随着六节车厢 用于装载炖购机的动力系统 浮体改良系统 密封系统 辅助系统等 总体结构有60米长 其实炖购机的工作原理和电动剃须刀有几个相似 工作时擦购着 机身内千斤顶给予的动力向前推动 旋转刀盘 掘开土层 挖掘土层的同时 用混淫土环 管片贴牢 防止土层塌陷 每次绝境一环 1.2米长 每绝境一环 就安装一环的 环管片 而机器挖掘出来的泥土 则会被收集起来 然后由螺旋运输机运送到 装在泥土的车辆上 运到地面上去 值得一提的是 我国所使用的顿勾机是由本国自主研发生产的 对此不少网友纷纷点赞 好样的中国 小伙伴们看完之后 有没有觉得中国的技术很牛掰呢 好了 本期离仙科技到这里就见